智慧农业机器人也是新农具 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21号在北京开幕 有多款智慧农业机器人亮相 涵盖了从播种 嫁接到采收等各个生产环节 接下来跟随我的同事戴晶晶到大会现场去体验一下 我现在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北京农营科学院的展位上 我身后是一台播种机 工作人员告诉我这台播种机的操作非常简单 只需要两个按钮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 也可以操作成功 让我们来试一下 我现在已经听到启动的声音了 工作人员还说呀 这个播种机安装了电机 由于电机驱动带动台种盘 让种子能够均匀地播种到地里 这样呢我们的播种效率和播种质量 都能够有所提升 这台播种机还可以结合北斗卫星导航 定位系统提供的位置速度信息 实时查询并调整播种间距 播种量和作业速度 相较于传统的播种机 从速度层面上 播种速度可以由原来的8公里左右 提高到12公里每小时 播种质量大概可以提高5%到10% 主要是针对于玉米 大豆 高粱等各种大颗粒作物 将西瓜苗和南瓜苗架接到一起需要几步 我身边这台交接式架接机器人会给咱们答案 只需要踩8下踏板 不需要传统的塑料架接匣 一株架接苗就架接好了 这台机器先通过高精度雾化喷阀 将可降解胶 雾化喷至架接苗 再使用LED固化设备 快速完成成胶膜固化 完成架接 预苗成本仅为传统塑料夹的30% 也完全避免了塑料架接夹回收难度大 成本高 污染严重等问题 另外 随着架接苗生长的苗筋逐渐增粗 架接苗表面形成的胶膜可自动脱落 科研人员介绍 这台机器架接成功率达100% 成活率为94.5% 仅易燃操作 机器架接效率就可达到每小时600株 温室番茄的采摘也不再依赖于人工 现在在我旁边正在工作的这个呀 叫做番茄采摘机器人 工作人员告诉我呀 他有一项特殊的本领 据介绍 这台机器能够自动识别定位 达到采摘标准的番茄 并打破传统固定采摘路径 创新运用避障采摘的方式 摘取朝向不同的成熟番茄 将采摘成功率提高至85%以上 成熟的番茄被摘下后 机器人会将它先放入赞存盒中 等赞存盒存满后 机器人可以自行更换 达到所设定的重量后 自行进行运输 实现采收运全自动一体化作业 据了解 该机器人每小时可采400串番茄 每次可搬运15至20公斤的番茄 看了这么多农业机器人 我们越来越能感受到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的不断涌现 智慧农机将继续为农业的现代化 注入新的活力 好